师傅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师傅开始过,睡觉最好是吉祥物,请问师傅,如果喜欢养着睡或者趴着睡,说明什么?怎么样能够锻炼自己做到吉祥睡,睡觉还有什么其他讲究吗? 习惯,主要是习惯,如果你睡觉能够侧过身,往右面睡,两个腿有点微微的瘸一点,取一点,这种睡就是非常吉祥的,你看看卧佛,看见吗?卧佛,你说哪一个菩萨卧佛不是侧着睡的,又躺着睡的吗? 躺着睡的,你去看,一个大狗熊,一个大的畜生,你看动物园他晚上睡觉,他就趴着睡的,所以我跟你们说,人只要趴着,那种动作,你看看好看不好看,现在明白了吗? 而且呢,而且呢,他那个上床都有讲究的,上床不能爬上去,你懂得懂吗?爬上去是动物,明白吗?所以你去看,稍微有点尊贵的人,晚上睡觉一定要穿衣服的,你看他为什么穿睡衣啊? 你看,你看裸裸的人,睡起来跟个动物差不多了,所以为什么男女知识搞起来就像动物一样吗? 对不对啊? 嗯,嗯,嗯 这些动物不穿衣服的嘛,这是第二个,第三个呢,上去的时候呢,要,要自己的,要臀部着,着床 听得懂吗? 嗯,很多人不能脚,脚先着床,手先着床都不好的,先要坐在边上,然后再往下躺,就有讲究的,明白吗? 躺着的时候,就算躺,偶然躺着的时候,两个脚不能分开的,不能插开的,嗯,明白了吗? 明白明白 睡衣有什么讲究,师傅? 睡衣倒没什么讲究,睡衣朴素一点,不要太花,其实我觉得睡衣还是自己会做的话做一做,因为买的睡衣有时候有点乱七八糟的,而且有些睡衣呢,弄得好豪华,实际上并不是很好,你看,睡衣,如果这种丝绸的东西穿的就有点像,像兽衣了 嗯,明白明白,明白 你就用棉的睡衣就可以了,棉的,宽松一点 好的,好的,感谢师傅开始 嗯